海贼王——陆飞的武装色在进化,击败凯多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了。 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霸气的颜色是黑色的,在外人看起来,这个颜色也是一些实力强大的人。 他们就是靠着这些霸气系统,纵横整片大海,但是到了四皇这里,这些霸气可就不够看了。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对战的凯多,她就是一个顶级的强者,她的防御能力是十分强大的,所以这样黑黑的手臂,还不足以击破她的防御。 好在伟田意识到了这个度足,她需要给陆飞再一次升级。 大气这个东西是分为几个等级的,陆飞现在可能也只是中档级别,这样的能力对待别人的时候可能还有效,但是面对凯多就不够看。 所以她急需要解决自己的实力问题,现在再去研究恶魔果实,如何增加自己的档位,好像是比较费劲的。 尾田也不愿意伤更多的脑筋,所以不如直接在霸气系统上做一些更改。 这次陆飞的武装色霸气,通过宝大叔的指导已经变成了透明色的样子,这是高阶武装色的特性。 其实霸气这个东西,在设计的时候是比果实还要简单一些的,把这些东西分为几个等级,那么就可以克制很多的果实。 现在的霸飞除了果实觉醒还没有掌握之外,感觉她的招数已经非常多,所以只需要在她的招式上在加上这些强硬的霸气,那么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。 凯多的防御力是很强,但是究其原因,也只不过是在梯表覆盖着霸气,形成一层霸气卡架,那么想要击破这样的防御,需要用更高级的霸气进攻手段。 虽然说霸飞已经修炼出了高级的武装色霸气,但是想要击败凯多,肯定也是十分困难的。 因为就算是拳头犀利了,人家毕竟是四皇,他的综合实力是很强的。 你掌握了高级别的霸气,人家也是同样会用的,不过有了一个契机,毕竟是一件好事,虽然说我们等待的时间会长一点,但是终于能有击败凯多的机会了。 只不过这次的师傅让我们感觉很意外,他不是当初教露飞霸气的雷厉,是一个新出的神秘宝大叔。 核之国的剧情肯定会很精彩,因为有这么多的神秘人物扎堆出现,露飞也在不断地修炼,争取早日完成自己的目标。 我想等到他击败凯多的时候,他的一身霸气可能都会达到高级别的状态。 因为他在这些战斗系统是在不断升级的,在卡尔那里磨练了剑纹色,到了凯多这里,又进化了武装色,那么最后一个帝王色,很可能就会留给最后的战斗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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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